8月27日 纪念郑成功诞辰400周年 即收复台湾362周年两岸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 200余位两岸人士围绕郑成功复江建台的历史攻击展开研讨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两岸台胞民间交流促进会会长苏辉在活动开幕式至此表示 郑成功收复台湾成为中华民族具有突出连续性 创新性 统一性 包容性 和平性的鲜民写照 谱写了中华儿女共同维护组络统一 共同欲外辱 反分裂 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光辉篇章 两岸同胞要在正本清源中坚定历史自信 坚定中华文化自信 批驳去中国化的台独史观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助劳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 增强做中国人的稚气 骨气和底气 全国政协港澳台桥委员会副主任许优生表示 郑成功的一生虽历经巨变 动荡 但从未改变其台鹏是中国土地 台湾军民是华夏子民的立场 我们要弘扬郑成功欲武复江的民族精神 爱国互江的民族气节 建台立民的爱民情怀 坚定反对台独分裂 坚定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不断推进两岸融合发展 共创中华民族的廉长福祉 随着台独史观在台被大肆推行 近年党内对于郑成功身份 所谓殖民者 台独的某黑标签层出不穷 中国名史学会会长陈志平受访时说 我们遵奉郑成功是因为尊重历史 根据史实来评价郑成功的历史地位 将他描绘成为所谓外来者 殖民者的形象 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的解读 我用一句中国老百姓的图画 鸡嘴跟鸭嘴就错不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两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种概念 比如说我们讲尊重历史 实事求是来评价郑成功 可是它是一种政治上的解读 所以本身就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 台湾连亚唐先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连惠欣在视频致词中表示 近年来 民进党当局推行去中国化教育 让台湾年轻一代接受不到正确史观 这让青年的成长犹如无根之木 无源之水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宝藏 而且这是维系我们两岸人民共和血脉的一段历史 民进党当局正在进行一个叫去中国化的教育 以至于所有有关于台湾的过往的历史 他们都不知道 这是很可惜 也让我很痛心的一件事情 大会办这个活动非常的重要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 然后进行民族伟大的复兴 本次青年活动由两岸台胞民间交流促进会主办 开幕式前 主办方在会场外举办成功文化市集 此外 台海出版社主题图书发布 敏台历史文化研究院纪录片郑成功展播 郑成功诞辰400周年 继收复台湾362周年纪念油品首发仪式等活动 一并在开幕式上举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